美國現在當然也做了一些動作 包括美國撤銷了 香港的特殊地位 我想先問一下Fred 現在對香港會發生什麼樣的影響 香港因為這個事情 他去把全部這些 跟國防有關的東西要停下來 對美國來說 其實它的大戰略的其中一點而已 因為其實我們看到 美國跟中國之間 它的矛盾是越來越激烈 然後他首先在香港 把這些東西要停下來 但這只是一個開始 我們已經看到美國對英國 對澳洲 對他大部分的盟友 會越來越強烈的施壓 所以這些對他來說的漏洞 把香港這個解釋是第一個 他後面還有一套的組合拳會打出來 香港年輕人現在怎麼看這個趨勢 所以其實剛才杜教授有講過 台灣人很多年輕人不太知道明白 這個共產黨的他的性格 他的想法 在香港來說 我們可以說在香港 走在這些前面的年輕人 沒有一個不明白的 對 而且台灣人很多看到今天 香港的狀態 不明白的也很多會變明白 美國現在其實自己也是問題很多 包括我們這個總數議題 還在延續燒到臉書來 我們看到聯合力華已經說了 年底之前不會再投放到臉書 廣告上這個平台上了 這一波已經造成上百家的企業 一起來響應 臉書的股價也重挫 我們來看一下社群軟體 現在出現了哪些的變天 因為大家知道掌握媒體 就掌握一切 慶姨也很喜歡玩Instagram 大家可以追蹤一下 我是粉絲團 我也看到 美國的保守派 因為知道川普是保守派的 他講到基本教育派 美國保守派的議員就說 既然推特連總統的言論 都可以說他是假新聞 我們乾脆去移到什麼 移到這個新的軟體 這是新的 對 新的 各位觀眾可能不認識 文件教大家 現在第一名的 英文叫paller 換成台灣話 叫paller 比較好記 柯衣伯媽媽媽也比較好記 這很好用嗎 現在第一名 因為他這個議員直接一呼喊 他說你看該是時候我們加入這個了 馬上成為APP store 下載的前第一名 所以一堆人就湧進去 你知道現在社交軟體有多恐怖嗎 抖音 川普不是上禮拜有一場造勢晚會 結果萬人響應 無人到場 就是到場的人很少 川普不是覺得很沒有面子嗎 這個原因就在於美國有個阿嬤 他很愛用抖音 然後他一用了之後 他在抖音上面呼籲大家 去領票 就是去登記說我要去 可是不要到現場 結果真的發笑了 那你就知道抖音有多恐怖 來 抖音最近不是很擔心 要收集到很多美國的資訊 就是啊 因為抖音有些人會拍照 那有的美國阿兵哥也很愛用 你這樣拍拍拍 是不是又拍到一些專業的機密 那我們看一下抖音有多恐怖 他不是中國的同胞們在玩 他連美國人也在玩 因為看這個 Overall的revenue 第一名 對 不管是在Google的 還是在APP store的 這個營收是排行第一名 那在APP store營收也是第一名 這個是2020 5月最新的資料 所以他是真的是很多人在用的 那再看一個 這個是活躍人數 他總的下載的量 一定到15億 然後甚至20億億次 但是我們算實際活躍 就是真的有在用的 也來到4億人 就每天有4億人在用 那你覺得他是一個市場 所以誰掌握了抖音 我們說的社交軟體 那其實你就掌握了輿論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 因為我們剛才看到 我一開始講的那個 也是人家在掌握社交媒體 社交輿論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平台 是越來越重要 那我們再看一下 現在的趨勢 我剛剛說抖音為什麼那麼夯 這一個是中國 我們看到日軍的使用時場 就是每一天 使用的頻率是越來越長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短視頻 就是說 因為他很短 不在看節目 對就短視頻 錄一下講一段話 那每天都活要用貨 一路往上攀升 抖音這前面 所以這個川普 當然也知道事情 所以我認為抖音 這勢力越來越龐大 而且他可能讓川普臉上無光 未來會不會開始 對抖音祭出這個制裁 我們可以持續去觀察下去 OK 這個相關的投資題材 我們是不是可以來看到 這個是 哪裡可以看到抖音 哪裡就會漲 對 這個抖音 哪裡股價就抖起來 對 但是因為抖音 他的母公司自己的跳動 他沒有上市櫃 所以你就算覺得抖音很好 你也買不到 你知道嗎 你買類似的 我們剛才說飾品 這是什麼 這是中國的B站 全名叫Bilibili 他其實大陸網友叫他B站 台灣的觀眾你就簡單講 他就是大陸版的YouTube 這樣比較簡單 上面就一堆自製的視頻 所以有人說把它拿來跟愛奇藝比較 可是愛奇藝都很多節目是要去買的 可是B站不用 B站是很多網友上傳的 像YouTube一樣 大陸版YouTube 對 而且他很大的收入 他其實有電競的部門 然後也有直播部門 最近他很紅是怎樣 股價是一路往上 因為在裡面的直播也可以帶商品 像抖音現在也有人在賣商品 所以他非常紅 你說如果要長期投資這樣的公司 當然是防疫後的趨勢 因為他不用人跟人實際的接觸 你看這一波漲了很多 但我要提醒大家 他的長期的我們是技術派的 長期他是看一個30日均線 不是看5日10日20日 你要用30日均線 你會發現他每次來到30日均線 都是一個不錯的機會 但是如果一跌破 你就要避開 重新站上的時候 你看就出一大波 但你要注意的是乖離 你有沒有看他最近漲太多了 所以漲這麼多的情況 如果你要再去追 我覺得風險有點大 你可以等他回撤 看看有沒有守住30日均線 當作你一個長期投資這一方面 視頻產業的 我覺得會比較OK 網路這麼發達 資安事件就會開始變多了 你講對了 因為這些視頻的平台 他們就要靠營運 就上網 輕盈你可以想像一天 你IG重度使用者 一天不給你用IG會怎樣 我就用FB FB停掉一天就這樣 沒辦法生活 那廣告商也會哀哀叫 我每天付給你這麼多錢 你就一天給我停止 我們看一下去年 這台灣媒體的統計 今年指的是2019一整年 如果你發生了所謂的資安事件 就有被駭客攻擊 受到最嚴重的部分是什麼 就是業務或服務的中斷 有4成就直接中斷 你剛才想 那麼大現在視頻平台 那麼發達社交平台 如果給你中斷的是你的營運 等於是掉了你的荷包 所以對於各大企業來說 當然不只剛才我們提到是實用者 對於這種企業提供本身社群平台來說 它也是很重要防範這個資安 那再看一下 這個一定是超乎大家想像 2019年資安一家公司 同一家公司 被攻擊一整年被攻擊 一到九次有四成多 那你說一到九次很多 更多在這邊 一整年被攻擊50次 就這家公司一直被攻擊 有超過兩成 所以對於這家公司來說 資安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 重點在這邊 如果你被攻擊資安之後 一天之內 你能夠復原企業有多少 大概六成 換言之 有四成 沒辦法一天復原 你可能一天沒辦法用IG 我可能一天沒辦法用Facebook 這很頭痛 現在人沒有這種社交平台 不知道怎麼過火 或者舉例一件事情 耐如果有一天被駭客 你沒辦法耐了 那你是不是很多 沒辦法溝通 所以資安很重要 那資安就是個大趨勢 尤其當社交平台 我剛才講 大家使用越活躍的時候 這個問題就越大了 所以資安是個長期的趨勢 我們看 那你說要投資 因為各股很多 對 資安股相關的 其實因為各股國內外的太多 那我們就ETF ETF就統包了 我先介紹兩檔 相關歐美股市的 就涵帶歐美股票的ETF 第一檔 Global X 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它去年才剛創立的ETF 所以它規模沒有很大 但是 因為剛創立嘛 籌碼欽嘛 所以它的股價漲幅就比 右邊這個 這個第一信任公司 第一信任的ETF 會來的比較好 FIRST TRUST 它的是 歷史比較悠久 發行很久了 但是它相對手碼就比較重 那也會漲 你可以發現喔 今年不是有股災嗎 他們早就超越股災啊 可是你可以發現 這個明顯是漲比較多 那我跟大家講一下 簡單成分股 這個 Global X的成分股 是找你這個公司 一定要五成以上 是超過 是在雲端的 建議在雲端 資安的五成以上營收 所以它是很純的 很純的 如果你想要投資很純的 也可以找這邊 那這一邊呢 也不是不純 它只會列入一些大家的 像FANG 這種大型科技股 就是它的一個 也屬於要的選股 就是它比較綜合 那這個比較單純資安 資安比重 它有強烈規定資安 比重要在五成以上 那如果中國的網友看節目 我不想要投資歐美的 或者是台灣的觀眾想投資中國 因為看到中國在低基期 非常夯 對 非常夯 那我們來看哪一檔 也是有ETF 這個在港交所掛牌2826 這檔ETF它叫這個GS GS 中國雲端運算ETF 最近也是超猛的 狂噴對不對 所以我們衝幾個ETF ETF是統包很多股票 代表這是一個趨勢 趨勢在滾動 所以我覺得 因為短線當然漲很多 你不用記得這些 只是說未來有回檔的時候 我認為它不是一個短線 它可能是長期 而且快選舉 你還記得四年前選舉的時候 希拉維不是爆發電郵門嗎 對 川普會不會被爆發什麼門 對不對 川普也會很重視資安 所以我覺得這是未來政府 跟選舉行情也會打下去 都有 未來政府或民意企業長期一個大趨勢 OK 謝謝老玩 產業隊長張傑我們一起來看 接下來 當然這個產業趨勢 一個是美中脫鉤 美中脫鉤之後 有哪一些是大家可以關注的 一些投資方向 OK 美中脫鉤其實最重要的 第一個是所謂的華為新禁令 華為新禁令是制止海獅 利用任何美國的東西做晶片 所以簡單說 我們來看一下聯發科 我想大家都知道 這台灣市值前幾大的公司 聯發科在2005年的時候 2G轉3G 2013年的時候3G轉4G 股價就是從200到300 200到300 今年我們來看一下聯發科 像次 500了 因為很簡單 以前它在上游高通 高階的打高通 下游海獅 那現在高通是美國的公司 美國是中國拒絕美國的供應鏈 那海獅已經被廢了五溝 所以聯發科帶出來的上中下游 包括 例如說 天璣1000 它是給金冊做Wafer Test 那這個東西是在 晶圓廠的上游做 所以雍智 力望金冊跟望系 這一個 新興出來的5G 帶動出來的產業 那下游的封裝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都是屬於多頭趨勢的股票 像這個聯發科 它過了500之後 一路的往上做一個創新高 所謂創新高就是最強 漲最多就是主流 只要海獅跟高通受到壓抑 這個就是聯發科今天講的 這個產業的拐點 像這個雍智科技 一樣也是 延續的投信持續的買超 那像這個望系也是一樣 那這個像 舉例像望系 第一季就賺1.8塊錢 所以全聯如果能夠賺8塊錢 基本上這個 上位數的股票 對它來說事實上 並不是那麼的本益比那麼高 只是說你們把線型 拉短一點來看 這個是屬於剛突破的股票 所以這個產業的拐點 就是聯發科帶出來的上中下游 OK 這些已經漲這麼多了 大家還可以看看就好 所以應該是說 等這個拉回 剛好這個錄影的時候 這幾天剛好強漲 但有一些是主流的趨勢 我覺得趨勢是不會改變的 那等到回到月線 拉回你覺得可以開始關心 對我是覺得這個趨勢沒有改變 漲多大不敢不拉回 想說拉回好恐怖喔 拉回不要跌破 所以給觀眾朋友 例如說季線 季線是這個月的生命線 這個杜老師有補充 所以你只要季線不破 或者是漲多這個拉回 你可以第一個分批買 第二個這個是所謂拉回買 這兩個東西給大家做參考 OK 謝謝張 我們講的是這個趨勢 那很多人說現在要換什麼鈔票 比較好呢 不用換新台幣有夠強的 新台幣走強 有哪一些相關的資產股 可以關心我們先進廣告